这场8点2级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7号晚上11点49分 墨西哥城大部分的民众已经进入梦乡 强烈的震动惊吓了所有人 大家慌忙地跑到街上担心建筑物倒塌 不只是当地居民就连游客也吓破了胆 根据墨西哥总统聂托指出 这是该国百年以来最强的一次地震 美国海啸预警系统随后发出海啸警报 预测在墨西哥海岸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高达3米的巨浪 第一波高0.7米的海啸已经袭击墨西哥 索性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破坏 除了墨西哥 尼加拉瓜 宏都拉斯 巴拿马 厄瓜多尔等国的海岸 甚至连远至14000公里外的菲律宾都列入海啸警报范围内 各国目前还在密切关注情况 日本气象厅官员指出 这一次的地震可能引发影响整个太平洋的海啸 目前当局还在观察海啸是否会影响日本 而当局也会在海啸抵达前两个小时发出警报 NTV7 综科报导